海洋市25号清晨发生机车自撞变电箱车祸 航大学6名学生分别骑乘3辆机车相约看日出 行经临海路要往海滨公园时 其中两位共骑的机车失控自撞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无呼吸心跳 其中一名女大生稍早宣布不治 另外一名人昏迷指数9抢救中 倒立的机车车头凹陷 被撞的变电箱歪倒 电线全都裸落在外 可见当时撞击地道之大 这起机车自撞事故就发生在台东市区临海路外环道 天色还没亮就有6名台东大学学生 分别骑乘3部机车双载 要前往台东海滩细水看日出 不料才从资本校区出发行经临海路 其中一车半途发生严重自撞车祸 黄姓民众驾驶普通重机车搭载乘客 沿临海路由南往北行驶 因不明原因使出路外 自撞人行道路远 再撞击电箱 造成驾驶及乘客受伤昏迷 机车自撞路边变电箱后 人车喷飞约10公尺 经销抵达现场后 发现两名大一的黄姓女同学 都没了心跳呼吸 分别送往医院急救 其中一名女大生稍早宣告不至 另一人昏迷指数9 目前抢救中 同行同学指出 其带最前方的机车 突然右偏离车道 速度慢了下来 车子骑到水沟盖上 摩擦产生火花 最后冲撞变电箱 至于有无酒驾 警方委托医院抽携检验 并调查事故原因 电视下站会台东市报道